我是明杨,欢迎来到足球巨匠 今天要讲的足球人物是中国足球的骄傲,吴磊 1991年11月19日 吴磊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 祖籍是济南平阴 父亲武和当年去南京当兵 退伍后分在了南京 从事地质勘探工作 所以在南京落了户 祖祖辈辈与足球毫无关系的吴磊 在幼童时期就表现出了对足球特殊的热爱 为了满足儿子的爱好 五岁时,父亲给吴磊买了第一个打不了气的皮球 就这样,吴磊每天练习100个头颠球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他的父亲将他送入了南京最著名的足球小学 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可是这座小学离家太远 骑自行车至少需要40分钟 每天接送吴磊 成了他们家庭组成以来最大的难题 父亲的工作性质 又需要全国各地跑 无法照顾儿子的他 因此毅然辞去了地质勘探工作 丢掉了这只铁饭碗 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只需要夜间值班的保安工作 这样,吴磊的父亲能够在白天专心的照顾儿子 晚上还能上班工作 一干就是八年 为吴磊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瘦小的吴磊并没有引起江苏足球梯队的重视 因为吴磊的学习成绩很好 老师也劝吴磊父亲让儿子专心学习文化课考大学 但是父亲非常尊重儿子的意愿 为了儿子的前途 他决定将吴磊送到名帅徐根堡的崇明基地 接受专业的训练 为了让儿子成功进入根堡基地 吴磊父亲四下托人 总算弄到了江苏名将徐根堡得意门生李鸿兵的介绍信 并凭借这封信敲开了崇明基地高高的铁门 2003年4月7日 吴磊正式到根堡基地报道 成为了徐根堡名正严顺的弟子 并从此走上足球职业道路 此后 吴磊也因为7号这天来到根堡足校 因此便将7号作为自己的幸运数字 一直选择7号球衣 2004年1月 亚竹联优识士少年足球赛在崇明举行 根堡基地代表中国出战 徐根堡将倒队不到一年的吴磊 作为赛事宣传海报唯一的球员代表 并要求教练员 让矮别人一头的吴磊 担任首发主力前锋 当时教练和球员们都不理解 但徐根堡坚持自己的想法 结果吴磊攻入6球 帮助球队夺得冠军 成为该赛事最佳射手 2006年 吴磊在中以联赛登场时 年仅14岁10个月 是中国职业足球赛场史上最年轻的球员 2008年 吴磊代表上海东亚队 攻入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球 那一天吴磊16岁 289天 成为了中国职业足坛最年轻的进球者 但作为一支平民球队 吴磊等主力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的工资 在中亚连续冲操失败后 人心浮动 很多球员都闹着转会去了其他球队 拿着高工资踢中草 于是徐根宝把张林鹏也狠心卖去了恒大 给留下的师弟们发工资 其实张林鹏不想走 可是徐根宝为了他的发展和球队的生存 还是把他赶走了 可惜第二年还是冲操失败了 徐根宝真的扛不住了 在俱乐部运营困难的情况下 又耽误球员们的发展 决定解散球队 让球员们去中朝 那个时候 恒大带动了中朝的火爆 以吴磊等人的实力 在中朝拿下个大合同没什么问题 可是吴磊他们给徐根宝写信 我们愿不离不弃 要求再坚持拼搏一年 在当下的金元攻势下 其他球队的球迷都担心自己的核心球员被挖走 可是上海东亚的球迷 从来不会担心吴磊被挖走 因为吴磊就是从明清训营的旗帜 他就是上海东亚 他一心想要证明给球队看 你们选择我没有错 破釜神党的吴磊 在2012年以单设计17个入球 获中甲本土射手王 并带领上海东亚冲操成功 俱乐部也以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的身份 升入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也迎来了上海上岗集团的赞助 2013年起 更名为上海上岗足球俱乐部 中超又多了只豪强 经过引员加磨练 直到2018赛季 这支球队终于打磨成功 客战恒大的天王山之战 上半场被逆转 恒大攻势如虹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上岗要凉凉死 吴磊单刀极尽 翻评底分 打进这个赛季的第26个进球 最终上岗逆转夺冠 打破恒大七载八业 整个赛季 吴磊以27球成为联赛射手王 并融赢了2018赛季 中超金球奖和金薛奖 吴磊也实现了为上岗拿个冠军的诺言 带着赤子的骄傲 吴磊2019年初 转会去了西甲联赛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 在转会前 吴磊代表国家队参加了11场亚洲杯赛 打进了5球 占全队进球数9球的一半 在比赛中意外受伤 左肩锁关节错位 李英直接接受手术的他 坚持打完国家队的比赛 直到去了西班牙人俱乐部 为西班牙人获得欧联杯资格赛 才接受手术 不过很幸运 手术也很顺利 6到8周就完全康复了 忍着奸商 吴磊参加了18到19赛季 西班牙人队的下半征程 2019年2月3日 在西班牙人客场对阵 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中 吴磊第78分钟替补出场 三分钟后 他参与到球队颁平比分的进球中 这是中国球员时隔1130天之后 再次出现在五大联赛的赛场上 一周过后 西班牙人队主场迎战巴雷卡诺 替补出场的吴磊成功制造点球 随后一个来西亚斯 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 最终2比1获得胜利 这是吴磊西班牙人生涯第一个转折点 比亚迪的受伤 加上吴磊自身积极的表现 让他得到主帅卢比的认可 在队内的地位骤然改变 3月2日 是你看过这么多年中国人踢球 少有的幸福时刻 在西班牙人主场 3比1完胜巴拉多利德的比赛中 首发登场的吴磊 抓住单刀的机会 打进自己膝甲处子球 此刻距离中国球员上一次 在五大联赛破门 已过去了3731天 整整10年的时间 4月21日 西班牙人客场挑战莱万特 是吴磊加盟球队以来 首次吴磊出场 卢比的战术中 似乎没有考虑到吴磊的位置 中国球王一度陷入尴尬境地 在跌入刘阳生涯最低谷之后 仅仅4天 吴磊就在面对维格塞尔塔的比赛中 首发登场 打满全场 并用一记飞升零空斩 打进一粒精彩进球 结束了54天的进球光 并帮助球队保持五轮不败 此后吴磊表现稳定 再次融入西班牙人的战术体系 在面对皇家社会 冲击欧战之战关键比赛中 吴磊首发 用一粒漂亮的单刀球 帮助球队打进锁定胜柳的进球 帮助西班牙人取得三连胜 抢到了最后一张欧联杯门票 当拥挤了人潮 点墨阿尔布拉特球场 属于西班牙人的2018到19赛季 选下了结局 吴磊被疯狂的球迷扛在肩上 挥舞着西班牙人围巾激情庆祝 这时如果你仔细看 还能看到吴磊肩上高高凸起的肩伤 在来到西甲110天的首歌赛季结束时 吴磊总共为西班牙人出场16次 其中12次是首发 打进三球 送出一个助攻 还创造了一粒点球 为球队最终锁定胜局 杀进欧联杯资格赛 这样的尾声再幸福不过了 几年前 董璐曝光了吴磊给他的聊天记录 本身出身平凡的吴磊 知道孩子们在清训营所承受的压力和困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这样的球员 值得我们为他点赞 吴磊 一个长相再普通不过的大男孩 没有什么花边新闻 也没有什么犀利个性 更不见闻声打架 也没有鲜明特征 永远都是那么踏踏实实 默默无闻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就像小时候 为了留在崇明基地黑板上的一段话 有时在与人交往中 我们需要做的是安慰别人 而不是标榜自己 为了能够让别人快乐 自己忍受一些误解 又有什么关系呢 新的赛季 新的征程 2019到20赛季 对吴磊而言 有喜更有优 机甲第19轮 在西班牙人与巴萨的加泰隔笔中 吴磊第73分钟时替补上场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仅登场14分钟 他便打入了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进球 吴磊及时牵插 小角度抽射圆角破门 绝贫巴萨 而吴磊个人也成为历史上 首位攻破巴萨球门的中国球员 好景没多久 新冠病毒开始席卷整个欧洲 机甲成了感染重灾区 3月20日 不幸吴磊也被确诊 这一刻 牵动着所有中国球迷的心 幸运的是 经过两到三周 在家隔离和治疗 症状就已经完全消失 4月28日 而5月7日 接受两次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吴磊身体状况良好 很快就按球队计划 回去参加个人训练 希望是隧道尽头的一亩光亮 是无缘密布的间隙中透露出的一缕阳光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你已经习惯为一只远在万里的球队呐喊 欢呼着他们的欢呼 忧愁着他们的忧愁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球迷们创造了多个新城 比如吴与伦比 战武不胜 歌舞圣平等 歌舞圣平形容西班牙人 换完舞蕾就被翻篇 不管你喜不喜欢舞蕾 请尊重一个不忘初心 为梦想而努力的人 对于中国球运 也许他们的成就 与欧洲足球豪门相比不值一提 但在我们这片足球荒漠中 他们就是激励人心的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